美歐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率領的國會代表團 當地時間在週三下午結束對台灣的短暫訪問 佩洛西在訪問結束之際發表書面的聲明 這份將發表地點標著為台灣台北的聲明中說 他所率領的國會代表團訪問台灣應該被視為 美國支持台灣的一個強而有力的聲明 佩洛西讚揚台灣是世界上最自由和最開放的地方之一 是和平與安全的重要盟友 是經濟活力的全球領袖 是民主治理的典範 他說由於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反對 台灣無法參與國際活動 但佩洛西在台灣台北發出的這份聲明中說 雖然他們或許會阻止台灣派遣領導人出席全球論壇 但他們無法阻止世界領導人或任何人前往台灣 佩洛西是25年來訪問台灣的美國最高級別的民選官員 他的台灣之行引起北京的強烈不滿 佩洛西星期三在聲明中說 在我們繼續支持捍衛民主 反對該地區和世界的專制之際 美國與台灣人民的團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